秉持着弘扬佛法的信念 法师们一步一脚印创建道场 台林金社所在之地 西村水泉沟 附近片池竹林林向昌域 金社位于观庙区 炎炎夏日中 当车行路林间小路 让人身心顿感清凉舒适 那个说这边是整个都是竹林 整边都是竹林 也没有什么土地的 连那条小路都是泥泥的土地 后来我师父要我过来 85年盖最旁边那个活动大楼那一片 坚持一定要合法申请才盖 所以大殿的这个地方就一直搁着 早起不懂 后来我了解法令的时候我就坚持 我说我今天是一个出家人 那么出家人在劝导众生要守戒 我不可以带头违反国家的这个法令 所以我就坚持不盖 那么那个时候 我师父一直催着我盖 那我也不懂为什么 可是我就是坚持 一定要合法才要盖 牵手观庙菩萨像 把他做一个隐名善事 我说那这个人就是我们的观世音菩萨 捐了这一笔钱 那么我其实也一路上很感恩观世音菩萨 因为整个修行的过程 我觉得观世音菩萨非常忽念 那这个建设过程我也觉得他非常的忽念 谭宁金社为唐室的建筑物 一路金社大门有莲花墙 映衬庄严电雨 为金社的最大特色 旁边有莲花池 正殿一楼为大雄宝殿 二楼为观音殿 而大殿的北边功德墙 有陶制的观世音菩萨 三十二话应声 史方新闻 郭一文许建议 台南采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